大家好,我有期間限定的Bord Game影片時間 今天很遲地跟大家開箱The Castle Burgundy Special Edition 其實這個是一個偽開箱片 其實這次是上小遊戲的 因為要用實物才可以展示到小的位置 所以一定要有個遊戲才可以講到 看見這些Bord Game地城堡的地 本身是泡泡,變成一個膠 沒有問題的 問題所採應該在Core Box裡面 我先打開這個 看看我找到一個問題 我先打開這個 Auricum Wims的壞東西 通常不是壞在質素上 通常是壞在藥字設計上 很難打開 而且這些紙盒是很弱智的 即是你買開的那些 其實是很多紙盒去 塞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弱智的 盒子很廢 你不知道要扔不扔 我懷疑扔了 這次很貼心地 他好像懷疑 他好像弄了insert給你放這些東西 那之前那個L1的Rengiro 尤其是超對握好這些 都不能放進去 那麼你就自己可以用夥杆放進去 那麼這一次呢 咦? 沒問題啊 他本身就是收納了 其實我本身就是用消 kap hoe die 你看到,它自己的盒子就收了 它就放了這些Token 這裡有一個膠塞住,即是它預算錯了位置 即是你是鬆鬆的,它應該不是缺件 它是新的,我看到它是新開的 但是它是預算錯了 就搞到你要塞住,這樣就不可以了 它有給你一個膠 看看質素 你看到它是印上去的,即是不是貼紙 首先大家可能會怕是貼紙,但不是貼紙 第二就是,我經常都說 即是看開一支,經常都花的 今次都是如無意外的,新開的都花了 做什麼厲害? 這些都是猜到的,不意外的不用少的 猜到的,OK 看看其他吧 它就看見這次的東西是大了很多的 比勃根地成本的原版 聲稱說,大一點,易體一點 其實是一個保護裝置 令到你不可以只買這盒東西 就不買這隻遊戲,這個很聰明 這個欣賞 重點是,我要開一個call boss 就是,我可不可以成功 把這個trade放進去 我還未開之前,我要賺 這個trade有一個part位 它之前都是做的 但是之前的part位是不緊的 這次是不緊的 這個是欣賞的 這個不是常見的 這個我要賺一賺,OK 好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倒轉 因為它這次實心還是怎樣呢 每顆都有很有重量 所以你反轉一定是倒捨的 所以你先不要反轉 但是這個完美感 就是有一個part 大家明白嗎? 你的完美主義者 你part得實 是爽的 這個是先讚 這盒就是這個acritic color 大家可能奇怪的是 也要幫它宣傳一下 那這次呢 這個cassel bonnet septor elision 買的位置 除了漂亮一點 all-in 厲害一點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給了原版 就是有些新的玩法 不是純粹是部件升級的 譬如有這個 重提子 原版是沒有的 它可以重提子 可以看到一個新的形狀 兩個錄都黏起來 等下它也聲稱是有一個stand 去插這些 才能插進去 懷疑是插不到的 因為那個架是一個模型 即是用回 Armogamins那些普通的模型 弄一個架出來的 所以就懷疑是要刮花這塊 不過我等下試一下 感覺是否可以 好 現在就直接開了重遊戲 現在因為它太大盒 所以我要轉一轉鏡頭 好 現在先開個call board 其實call board 老實說 到手之後 其實也不算是很大盒 我覺得OK 但是加上其他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多的 很大盒的 尤其是這個turn pad 實在太大了 OK 那關鍵就是 究竟這些東西可以收回 那我看不到有什麼可能 是可以收回 那現在試一下 那如果收不回 其實call board 幾次都沒有用 這些都是另外找位置放的 先把它撕開 反轉去 好 現在馬上打開call board 嘩 我發現它的盒的面 都有一份量 盒蓋 即是它的紙皮 盒其實是高質的 這個也是一貫的質素 是硬硬的 即是Lemesis 那些都是這樣的 好 然後開出來烏玉 烏玉是用特別的紙質去做的 挺少許畫紙 那些 盒子很高 先放開 那我馬上看一看烏玉 看一看 看一看 對了 特別紙來的 OK的 質感不錯 那些字多 這樣 它都繼承了之前 勃根地成本的烏玉 即是右邊有個 summary 這樣 好 那後面就是抗充的烏沙 有十個抗充 那這些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差 第十個抗充 加的東西 那這個 第十個抗充就是加最多的東西 有這個 這個 瓶果 還有這個 提子 有很多葉烏 這個第十個抗充 少少瘋 哇 整半本說明書都是這個抗充 還在說這個 提子 這個 即是會是歐式game 美式化 這個烏史多 這樣 還未完 好像還未完 完了 瘋了嗎 一頁子 兩頁子 三頁子 四頁子 五頁子 七頁子 九頁子 十頁子 Solo Game 第十個抗充 我誤會嚇死 第十個抗充有很多模組 第一 沒有了Solo Game 前面這個寫了 就是這裡 這個盾 Shield 那些 家族還是什麼 好像以前也有 工會 這個盾 這個 這個不是瓶果 是盾 類似瓶果人的盾 盾的 這個抗充有兩頁 這個就是養蹄子 終於重點 有一頁 兩頁 三頁 這樣就沒有了 這個是另一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好像有點新 另一個 OK 那一人玩 就是單人玩 才用 什麼意思 嘩 這些抗充很多 不是很想看 好 這個就先收拾皮 這個 看了這個 大概 這個 他覺得自己實實的 太多說明了 所以他做了一個 Hail bar sheet 給你了 這個紙挺好的 是硬卡紙的質地 膠膠地 欣賞我 這個 挺好的 好 原則就是其他的Hail sheet 就是Tiles的技 以及功能 那些 那些 這個也做得很好的 以前卡索本是沒有的 他就 出以外 給你對的 OK的 這個 不錯的 但又是新的 已經是花了 你看 這裡 看 已經 但這些OK 小事 小事 那些 四塊 沒有一塊 OK 挺好的 我會欣賞 但是 其實沒有用的 稍後你就會明白 稍後我會說 我這個 魏開箱片 好 這個 MING BOG 它是兩邊的 其實有什麼用呢 兩邊 是不是一樣 這個 圖就重新 定義過 就是這樣 最大的改動就是 右邊的 TURN ORDER 有一個城牆 聲稱有一個模型 你可以搭搭搭 這樣 那就更漂亮了 更厲害了 OK 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是 這個版本更漂亮 但是 中間黑色的位置 它少了 只有四塊 是不是 這個就是二滑 有了 這個是兩人玩的版本 以前好像是沒有的 不記得 有的嗎 我之前是一邊過 然後它直接封了格 就算 現在就畫了兩邊 這邊就只要畫一個小格版 後面呢 就是多人玩 四至四人玩 三至四人玩 就用多格這個 OK 都有功能性的 以前就是一邊 現在兩邊 以前就要像這樣 四個人玩才用 二人玩才用 現在就少一點的東西看 OK 簡潔一點 好 主角的質素 一般 這樣 這個Lina Finish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花 因為沒有Lina Finish的球 就很容易花 即是卡 在Tile上面 它終於懂Lina Finish 因為之前 那些 大家有玩都知道 是FollowPK的 即是你玩 你玩得多 Lina Finish的球 我覺得是重要的 但是 換取就是 這個球 沒有那麼高清 你看看 大家喜歡什麼 我兩個都沒有所謂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想法 OK 好 然後就到Tiles 買到Tiles 是令到盒這麼大 拱起了原因 因為它裡面 已經預料收入 讓你擺衣 新遊戲就沒有了 那你已經看到 問題就是 它的Bot是曲的 也是基本的 就是Bot的Tiles 是彎的 不值 就是這樣 不過 這個我就不願意 因為你買得到這個 九成的人都會買 那個Tiles 所以這塊東西 是沒有穿用的 所以你可以扔掉它 但是 其他Game 就是要少 其他Game就會這樣 它也是這樣 看到是彎的 新的時候彎的 那麼 它會隨著時間 再加你香港的天氣潮濕 會越來越彎的越厲害 OK 那我拔出來 那Token就是厚厚的 所以是可以的 還有Lina Finish 也是 所以它耐用的 但是 它的材料製作問題 一到它曲 就是弱智 要不停看一看 這也不是重點 因為你都會用Acoulic 你看到一個進步的 就是 Tile後面有字 就是建築物 那些技能 全部都寫在Tile後面 這樣反轉 就在這裡 不用不停揭個說明書 或者就算是Health Hard Card 就不用看Health Hard Card 這也是好位來的 這個設計呢 也是給一些沒有付錢的人 所以你沒有付錢 回來會開心一點 這個就是Avacom Vim's 一隻的弊病 我經常少 即是沒有付錢 這個響效比付錢的 大家不明白我講什麼 就是 這些Tile 你反轉是沒有那個字 如果這個Tile 反轉是沒有那個字 那就可以了 但可能覺得美觀 那麼多字在這塊Tile就不做了 或者字印太小 印得不好 就會醜 所以他就做不到 所以這個Tile就有了 那個Acoulic就沒有了 這個 其實我是欣賞的 就是 他那時候進投出的時候 他好像收入了很多人的意見 因為Casco 很多年前 很多玩家的意見 都會令到遊戲 會進步的 好像也有聽的 那這些牛羊 又是有進步了 因為Casco的第病 不知道第幾個 就是 他的動物 分不到 很難看的 那這次除了大塊之外 大塊左之外 還有他的動物的顏色 樣子 是異分很多的 一目了然的 那又來 就是 我再說 因為你不會用這個 所以到時候你就知道 其實都是分不到的 很難看這個 其他Tile 那這些 不如加速吧 這些 不看了 這些都是 什麼 會扔的東西 那等一下才看到 提子 OK 其實很不環保的 不過 我OK 哈哈 就是你呢 這東西 其實你不會留的 我不知道 你留的話 你放不回盒裡 我猜 我不知道 那你很不環保 你這些全部都可以扔的 除非你沒有 all-in 沒有買那些 acquitile 這個是商路 貿易商路 原版也有這個玩法 也是繼承的 它變成一個 漂亮的 不規則Tile 就不是一張 長方人的Bord 好 好 然後 開始有些重點 就是Pay-upboard 它是雙層的 那 那就OK 而且很厚 但是 它是曲的 少少曲 這個不太嚴重 但是 不知道耗久 潮湿會再曲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 很厲害 還有什麼呢 這個設計 中間有一個大空洞 我先拿出來 就是它有一個超格面性的做法 就是它想將Variant和Bord合體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Variant的Bord 那你呢 你沒有人會做Double Layer,很貴的 它就會把Bord放在中間,但這個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是一個團隊玩法,2v2 合作團隊打的玩法,不能用這個Bord是要改Wood 所以就要用紙做的Bord就算了 大家看看吧 就是這樣 就是兩個人用一塊Bord,就用不到原本的Bord 這個就原諒它,OK 普通的紙就不是Bord 但是也是硬紙來的 也是有膠面的處理 所以這個也有點貼 不像日本遊戲那些,隨便給紙來的 好,然後這些就是 這個是單人模式 哇,我這麼熟,行不行 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單人模式的那塊Bord 應該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錯亂說 單人模式 所以要在有限回數之外 就要蓋上這麼多的圖 好,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擴充 剛才看到說明書好像有提過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不懂了,是擴充來的 但是為什麼又是紙呢? 不,又是單人模式的 我知道,我剛才看了 還是確實有一個單人模式呢? 有一個新的單人模式 就是這個,OK 看見完全的玩法不同 看見完全的樣子不同 這個我就不知道 是新的單人模式 或者是一些之前舊的擴充 我還沒玩 因為我舊版 我只是玩Core那些 有些很新的 之後出的擴充 我還沒玩 好,那接下來 來了 要看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收納 它很厲害 你看見它全弄了 很少的厲害 看見它 因為它們的收納 一向是很差的 它每一次都會想著 進步改良一點 那這次呢 厲害了 厲害了 弄光了 對不對 以我的認知 就是剛才原本的Tiles 我猜它的錯是什麼呢? 其實原理上 這個東西要放進去 OK 但是呢 你是放不上去的 因為怎樣呢? 因為你要用它這個收納 但是這個收納 其實它是設計 我剛才說的 放那些紫綠痕的 我試一下 這些呢 放在這裡 放紫綠痕更加沒問題 那我試一下 是怎樣的 試一下 咦? 擺到的 咦? 即是你好像 你擺到 那其實呢 你會把這些東西 你開箱 你會把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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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進去的盒子裡 那麼呢 根據線報 就發覺 是放不進去的 原因就是 這個Accordic的Tiles 是厚一點的 那你厚一點 它設計錯誤 就放不進去 但是 你都覺得 都是老身常譚 這些一定是 遇錯位 即是不夠長的 那你有幾塊 進不到 都是基本的 它不是的 它是 它的闊度不夠 但是 這次這個 它是夠的 難道是 初版後版的分別不同 這次擺到的 其實這些 那麼複雜 那麼多 它應該要做個 那些收納的說明書 給你 那現在你就完全不知道怎麼擺 你看到這個 挺好的 先賺一賺 它有這個 它頂住 那個 膠吹 不要再移來移去 也不會刮花下面的透明 那個 那個 這個 這個也是欣賞的 不如留下 這個 挺好的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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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但是其他 不知道 這些就是放一個 Stand E 那就是你 角色的 Turn Order Stand E 你可能會同一格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來搭 做得挺漂亮的 因為這個 這個 是新作版 你看到 上了一個 光素 一個底色 再加一個 白色 你看到 是 挺漂亮的 不是Lockdown的 啡色已經OK 這樣搭 它的形狀是正確的 就是不會吸不到的 這個是加分 但是 不知道放在哪裏 很迷惑 整個 大黑洞格 其實最後都是用袋子放的 那又來了 這些 其實是很輕的 但是 都OK的 右邊有這麼多 但是 這麼少的格 真的放了些Tower嗎 其實是放不完的 我現在嘗試一下 是不是這個擺臉 其實我懷疑 它是想著你這樣擺臉 是不是 但是它會倒的 它不是太擺到 它吸不到 它沒有整個位置去吸 所以它有點不穩 所以它有點不穩 因為 這個也是膠 軟膠 這麼重 它這樣吸 它不穩 所以 可能是這個 整個擺上去 這個錯怪它 它擺到 是不是 不是 擺不到 又來了 就是 我的線是正確的 就是 好像擺到 你這樣擺 我請問這些Block怎麼擺呢 是擺不到 是擺不到 那不要緊 可能後面還有 還有玄機的 先看下去 這個 開出來 看到就是 有些 色仔 還有一些木箱 這個木箱 是一個 重大升級 那本來就是一個 紙樓 變成一個 木板的 木箱 做一間貨 反而就是一個 木箱 反而就是一個貨 就是一個 箱盒 嘩 哼哼聲的 又是印上去的 就不是貼貼紙的 這個 OK的 挺漂亮的 應該放在 剛才我摸到的正方格 這裏 有魚的 正方格 有魚到你擺的 正方格 這裏 放在這裡 正方格 放在這裡 OK 它有蓋子 這次這個蓋子 這個大櫃的蓋子 就是沒有部分的 就是鬆的 但是 你的面子有點擺著 但是 感覺不太好 沒有部分 平均一點 這樣應該也不會 倒捨的 差一點 它 遇闊了一點 這裏 錢 錢 銀幣 就變成金屬幣 基本的 這個樣子 OK的 挺漂亮的 這個 應該放在這裡 我猜一下吧 但是這些 就不需要 找一個位置 這樣放的 袋中袋 那這些 又沒有的 那就是抽回 不同的建築物 那些Tiles 大家 還沒買 還沒看這條影片 都知道 其實 你買的遊戲 就是你要抽Tiles 那你就 他就讓你抽 但是 你要玩 其中的模型 那些 就不能抽 OK 因為之後 就會有一些模型的 就是Turrent Pack 那裡會有模型的 這個袋 不過我只稱讚 就是 它的質地是有些仿皮的質地 就不是布袋來的 那個印刷也挺漂亮的 那個文章 那 我是欣賞的 這個袋 是皮袋來的 可以的 而且它沒有那個廉價感的 那個皮 即不是一些cheap皮 即不是一些膠皮 然後 開下一個Level 就是這個 剛才我所說的 Variant Pack 的地圖 原來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一個六角形的 革命性膠膠 那就可以 放在 Mainboard上面 那就不像 現在 譬如Arlova 那些什麼 Tile Placement Game 外面不是很喜歡 有些 收納的 譬如WuR那些 不是很喜歡 整個框 給你呢 即是它本身 配合是一張紙來的 不是Double Layer 整個框給你 其實沒有用的 你框著外框 你擺中間 你也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 Wake and Wink 這次真的厲害了 它做了一個中間 有內格的 框給你 你放在這裏 你放在這裏 就可以很開心地 完美卡住 這個是厲害的 看看是否真的 可以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它的Size是對的 是可以放在這裏 這些 可以放在這裏 這個是很開心的 就是完美主義者 你拍了它 它不會走的 不會滑來滑去 哇 這個是很棒的 這個是OK的 真的是Bord Game界史上第一次 OK 它就四塊 你看到它不黏在這裏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的MAP 就是有這塊東西 給你轉的 看到這塊東西呢 這個沒有想像這麼多塊 它不知道什麼 我看SKETGO 它解錄了幾塊 什麼 應該是很多的 但是它是這樣的 又不是想像這麼多塊 因為我本身 我自己這遊戲 我沒有買的 那 我就覺得 我不買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 就太多了 你玩的時候 根本不會用到那麼多 就是我自己 所以這塊東西 就會很霸佔 你真是Q MySpace 但是呢 來到原來也不是很大塊 我以為有很多塊 那這個怎樣呢 就放進去Pair Board 這裡呢 放進底裡 你就可以 Variant 就不需要 做那麼多塊 Double layer 再放一塊 嘩 然後這個就可以放進去 嘩 歷史性的一刻 這個真的 革命性 這個是OK的 這個是讚的 OK的 但是呢 我一直在嘗試 讚你 OK的 其實呢 你買Core Game 不買All-in 也有的 就是我一直在嘗試 這些 我一直都在嘗試 其實這些是Core Box 來的 那你買Gameplay All-in 其實這盒東西 都會有的 就是你買Gameplay 和買最差的Core 都是有的 就是有這些東西的 就算你買最差的 沒有模型的那些 那些 就是你全部都有的 都差一千多塊的 好像 一千五塊的 都差一千 都差一千 所以我還是在賺Core的東西 所以我為什麼不買 就是你買 你很想買Core 就是很划算 好像一千多塊而已 如果是最差的 level 一千多塊而已 那你就很想買 但是呢 你買完千多塊 就很想再加一千多塊 就All-in 就有了 現在我準備說的東西 那就是你看到 旁邊呢 除了這些紙 旁邊有些模型的 那就是下一級 就是 將成保變模型的 那又是 這是新作版來的 所以你看到 是上了一些 陰影的感覺的東西 那是高質 那這個 它的上色 也是它的用色 都是不差的 這個 那我是真的想買的 這個 那時候都是覺得漂亮 那但是呢 正如我所說 就是呢 你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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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就會是 阻礙著你看的 你看到你 是在後面的 還有呢 你蓋子 你蓋子 即是一會兒 蓋子 一個兩個 那如果其他都變成模型 那你每次抽完 你就在旁邊 拿一個模型 放上去的 OK 那這個大家已經預算了 就不是復位 應該 大家都已經預算了 OK 那就這個 成保 那之後呢 就是其他玩家的 角色的模型 這個 這個 那就是新作版來的 這個 挺漂亮的 上色也是不錯的 有個肥佬 有個 有個 挺帥的 挺漂亮的 這個 新擴充 這個是 那有個 3D 有個 Double Triple Layer Fourth Layer 那就是來擺提子的 那這個就是呢 嘩好厚 好重 每個玩家快的 那些提子又放上去 這樣 這個 挺正的 新玩法 就是這樣 感覺挺好的 OK 那如果用這塊東西 就更加質感 level up 這塊東西 提子 那每個玩家快 這個新玩法 那這個 是高質球 少少高質 Linear Finish 又是 好 剛才我講過 那個 那個 牌架 那個牌架 都是模型 你看到 這個 提子 樣子 它聲稱是 是插到 Acolic和 紫督筋 都一樣插到 試試看 上面有功能 叫做1-6 提子 就放上去 這樣 就好像想 扎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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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的 它還可以 裡面有設計 不是只有這個gap 不是一條纜 算的 它真的做了1-6的格 你擺個5 它真的這樣擺著 它不會滑走 你看到 有想法 不是亂來的 這個 OK 這個就是 幫你省 table space 通常這些market 你會鋪出來 現在由 躺下 就變成打直擺 所以就會省了位 你看到 佔桌 這個也是OK的 這個我不記得 Base 又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 這盒東西 是All-in版 所以 Core 變成了 模型版 模型版 就是剛才有一個牌子 城堡模型版 如果不是 就沒有那個牌子 還有這個牌架 現在是模型版 如果不是模型版 最差的 就是千塊 就懷疑好像沒有這個牌架 好像是沒有的 所有模型都沒有了 就是最差的 就是這個牌架包括 最 還有呢 這個綠色袋 綠色袋 就很明顯 就是抽一個提子櫃 應該是 它也挺好的 因為提子也是綠色 城堡也是綠色的 所以它把城堡變成紅色 所以 它有想過 這次 因為中場咬 CMVC 它是不用腦想的 就是你設計 那次有想過 還有呢 它的包包大一點 有留意 因為它 提子是雙倍大的 有想的 剛才也看見 就是這些 這些 就一定是難的 你這樣 這樣 這樣 就不是平 那它運送 就用了這些東西 包著 也是 friendly 原來挺好的 原來 好,原來這裡 有一個卡 那這個卡 應該是單人模式 是正確的 沒有猜錯 單人模式的卡 來的 卡蘇的寶吉利 是不用用卡的 那現在突然有卡卡 錯出來 就是 它新的單人模式才會用的 看看 那就是這樣的 那後面就是這樣的 好,那就是 CALL BOSS 開到這麼多 那它其實呢 下面也有一個 黑洞位 給你擺東西 這裡 那你不知道擺什麼 你自己想想 好 那我先開開模型 那這個也是 EZ的最貴的東西 對 因為它是上了顏色的 因為你模型版已經貴了 立即貴一大截先 然後再加上顏色 又再貴一截 又是不錯 它做了一個 模型收納的紙 給你的 因為你玩Borg Game 玩了很久 你都知道 這些模型 這些膠塞 你玩完再放回去 你是要 玩多一點遊戲 即是你怎麼收回 那麼它就 出張紙給你 就教你怎麼放進去 這樣是非常之好 還有 懷疑之前被人少了 它這次是出彩色的 你黑白就看不到 你彩色就看到了 那這次沒得少了吧 這次 反轉就是 第二層 你也可以偷看 如果你沒有 買上色版 即是沒有新色版 那這些模型是什麼樣子 你看到 也挺醜的 也挺平實的 我覺得真的不夠漂亮 你看到 不漂亮的 那這次這個就上了顏色了 你看到 但是你看到 因為運輸問題 它已經是炒了粉 已經是 它是吸不住的 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緊要 你看到 那些動物 那些豬仔 是真的粉紅色的 對了 豬仔 就是羊仔 是白色的 真的沒有我想像這麼漂亮 因為那時候 在眾籌的時候 它有出一些鋪 去拍照的 那些是比較漂亮的 我想說 那些實物 你看到 就沒有那麼漂亮 即是沒有那麼細緻的 你看到 那時候 那時候 眾籌的時候 去試品的就比較漂亮 我覺得 這樣 那些牛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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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看到 那些底子 那些草呢 它都是隨便的 都沒有上草色的 就是這三種顏色最難分的 是嗎 就是有隻馬的 不是有隻馬的嗎 還是我已經分不到了 是不是在下一層 下一層不是的 沒有一隻馬的 噢 沒有了 OK 就是當是這些 就是這麼多 那這三種顏色最難分的 但是形狀呢 其實也分到的 鴨 鴨是新的 哇 有鴨的嗎 卡蘇布金尼 只有一隻鴨 零零射射射 是新的 這樣 那其實是分到的 我可以分到的 就是沒有我善人X說得那麼嚴重 我可以分到 雖然我色很像 但是鴨是只有一塊 它只有兩隻 而且它的樣子是 我可以分到的 牛和羊呢 那個色是分到的 不是不分得了 這個 我覺得可以放過去 這就是關掉的色 但OK 如果在遮住的上 你不要遊入那個角色 不要遊入那個有生命的情況上 那你好像 latch下 遊在那些有生命的意義上 就很想 那你選擇 那你遊到一個樓上 其實那就是可以的 這些還有一些spring 都用這個時式 我最討厭的顏色 模型的造型 其實都可以的,不差 牆上的石的細節也有整路 木的細節也有整路 其實是不差的 這些就是黃色的建築物 變成這些 不是的,這是什麼 開始來了 其實你不知道這些是什麼 建築物 我準備了黃色的圖 還有 城市啡色的建築物 我準備建築 建築物 建築物 所有的黃色建築物 都是一樣的 所有的黃色建築物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全部都是一樣的 建築物是一樣的 所以建築物就隨便拿一個 但是黃色建築物 不同的圖 怎麼辦呢 這塊就放在左邊 這樣 save 因為黃色建築物 這麼巧 很多 好像全部 都不理會 位置 所以你只要有 還是沒有 所以你有就放在這裡 記住有什麼技 因為上面沒有數字 也不像tile 去反轉 去寫什麼 我覺得它最起碼 放在數字 它沒有 所以你完全沒有 所以你只可以 放在這裡 我覺得很弱智 你要這樣 另外放 然後到咖啡色 咖啡色的建築物 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這時候你會拿到咖啡色的建築物 咖啡色的建築物 就是這個 我剛好拿對了 其實有其他形狀 OK 如果你想 強迫直換架 你當然要拿回 做了 當然要拿回 對的 你要去找 插完之後 放進去 因為這個 它有做不同的形狀 所以它沒有這個位置 讓你放在這個 當然你可以空屋屎 你就只要放在旁邊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 你endgame 還有可能黃色的 那些會數 這些 OK 還有 大家知道 每一個城市區 只要建一個 一款的建築物 一款的建築物 你不可以建重複的 所以你不可以亂拿 你以為我這樣玩就可以了 不行 所以它就要做一個 不同的形狀給你 當你建築物的時候 你就不會操作gamer 但是你看到我在鏡頭下 或者真實上看 你根本就這樣看 3D就這樣看 還要整個灰灰暗暗的 其實很難分誰打誰的 極度容易看錯 就要重複的 何況呢 其實你玩開卡索寶 就知道 其實你玩呢 你用tile 很容易錯 好像很容易忘記了 現在3D更加難看 整件事是白癡的 所以你又要看回 本身tile很好的 就是後面有記 這個就是沒有數字的 但是後面有記 看回看 還有可以清楚一點 看到你不要起一樣 但是現在3D呢 我就不知道怎樣 你這個 你放在旁邊也沒有 因為你同一區 可能你起了兩個一樣 或者可能你根本是 那時候拿錯 還有這個呢 你不會覺得這個那麼方便 因為這個是有地區的影響 你這個就是放在這個 那你這個呢 你起多一個一個在這裡 那有兩個這個 OK 那兩個這個 那那兩個是 那兩個是 同一個區 還是不同區呢 你知道嗎 譬如我拿了兩個這個 客棧 不知道什麼 好像是酒館煙來的 不知道 那你究竟是 兩個地區各一個 還是同一個地區一個 你是完全不知道 因為你可能這個是拿錯的 所以整件事是影響 很影響Gameplay的 就是除非你要 除了你要額外 這樣拿個模型出來 去當之外 還有會妨礙著後面之外 那當你的人生得高 OK 就是你可以負陷我 但是呢 你這個位置也是 卡到傻的深啡色 那我就不知道他想怎樣 這個 那我就極度覺得這個模型 這個擺呢 是非常反智的 那看一下其他 這個就是一個礦場 應該是 一個礦場 一個礦場 那礦場全部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才是礦場 這個是不知道 救命啊 這個是礦場 有一個礦車的 對了 剛才那個又不知道是什麼 哦 是不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白礦場 還是那個 酒館 酒館 哇 為什麼 因為這樣 你又亂了 因為擺場的感覺就是灰色 那就是灰色 但是不好意思 它是深綠色 哇 有點卡 我已經看錯了 還要我熟的遊戲 你越熟的遊戲 你越容易錯 神經 很難看嘛 那這個就是 White Castle 但是White Castle 不是白色 又是 就是 你要對上 上面那個 圖的那個 形狀 來對上這個 它是剩下一樣的 但是 真的要對得傻 神經 大家 嘗試玩一下 就會知道 我說什麼 你看到 它有整個槽 它會卡住 應該就是 那些工人 蓋的時候 夠蓋 你卡好 其實就會卡住 這個 這些模型 就不用擺放進去 你要用這個盒子 去擺放 那你就 這樣擺放 我先 去告辭 這個模型 好 這個 Acolic Tiles 就是 剛才那些 其餘的 紙Token 都會變成 Acolic 的 你看到 它也是給你一個 trade 去另外擺放 那你可不可以 replay原本的trade 裡面本身的trade 去擺放一些東西 看看 工人粒粒 變成這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分 鬥快 起到 城堡類的 分 那些 盾牌 擴充盾牌 這個就是 鬥快 起完那個顏色的 建築物 就可以 拿到 二三四 四個人玩四分 兩個人玩兩分 三分 這個就是 跑分的token OK 這個就是 那個 不知道 這個擴充 擴充 擴充 新的提紙擴充 其實我都不太需要PayMac 剛才我說的,你用了Lina Phoenix 其實應該不會花的 所以用PayMac的原因是沒有什麼 印刷其實是還好的 而且PayMac就不是硬膠PayMac 大家買開PayMac就知道了 它不會弄曲了 它都是柔軟的,平伏的 我這個要求很基本 但是很多PayMac不是硬膠PayMac 硬膠PayMac是軟的 不平伏的,這個是平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用的PayMac 這個PayMac很合格 它的質感 當然是縫了邊的 這些,縫了邊的 好,這個PayMac就是這樣 好,現在就是重點了 那麼我這麼多東西可不可以收回去呢 除了PayMac和模型天外 其他應該要我都要收起來才可以 我已經正式這件事了 沒有可能放完 即是我已經突然爆炸了 我還未放PayMac 還有PayMac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很簡單 你不要放進去 即是沒有可能 所以你不要放進去 這些 然後這個就放 放Pay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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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些 最後就放這些 即是放PayMac就算了 你不要放了 OK,你只放這些PayMac 它又是曲了 那你就這個 壓住它 嘩,那你到這些袋子 放不到 嘩 嘩 認真 真的放到嗎 我 我什麼都不放進去 已經 已經證實我一開始 拍片 說了 就是其實 RocumVin 其實沒有遇過 你放這些 GAMPay All-in 在盒子裡 OK,它沒有遇過 都合理的 正如我遇上之內 那 Call Game還Call Game 升級還升級 就這樣買 但是裡面的質素 就比我遇上之中好 我覺得 可可疑 OK 即是低得上它的價錢 你不會買下去 你覺得 除了收納問題 其實我遇上 其實這個不復 大家都猜到 你不會打算放下去 如果你買開 它的產品 都知道 所以這個我覺得 不算很復 所以 我覺得這個價錢 這個質素 我覺得 我合格 即是不會說復 接受 所以 大前提 你有這個budget 即是有二千多元 三千元 有錢 有位 放這三個 那就OK了 如果不是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你買Core 不買這個Hat 不買這個Tolerance OK 這個也可以不買 即是這三個 我不買 只是買Core 不買模型 最差的那個 OK 我已經足夠 即是你一盒東西已經足夠 即是裡面 我剛才賺的東西 全部都是 裡面有的 OK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了 如果這個影片 有幫助 記得按LIKE & SHARE 那如果想看更多 相關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